大熱天時特別容易覺得口乾 不少人都會貪方便 購買瓶裝飲品來飲 但你有沒有想過 一個塑膠瓶要完全分解 隨時要花上450年時間 公民黨在7月底至8月初 訪問了近1300名市民 七成受訪者都認同 本港有大量浪費膠瓶的情況 四成受訪者表示 經常都會減少飲用膠瓶飲品 間中會的就有三成七 調查也有問到市民認為有效走瓶的方法 有四成受訪者建議 外出的時候應該自備飲料器名 其次是建議增加飲水機 以減少買飲品的需要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嘉琪說 一直都有向大型商場和港鐵反映 要求在人流多的地方增設飲水機 也會向規劃處提出 加入飲水機設置準則 增加政府場地飲水機的數量 LiveTV記者 陳文勇報導